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一直在想说 我好不容易安排了家庭聚会 就是一家人可以聚在一起 本来是一个可以让大家一起好好聊天的时候 可是我就会看到我的先生会一直拿电话出来看 不然就在接那些重要的生意电话 然后我就一直很苦恼啊 好不容易也就是大家一起聚在一起 对吧 可是呢 却又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那么我就在思考说 到底我应该当面直接就跟他讲 你不要老是在我们聚会的时候看电话 这样子都没有办法一起享受 还是说 早一天他的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呢 我就来跟他讲 哎 老公 下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 能不能不用电话啊 到底是方法哪一个比较好 而哪一个会可以给到我想要的结果 后来呢 就是因为学到了这个工具 然后开始去回想 哎 我就发现到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我自己本身呢 有这个问题 就是我喜欢在工作的时候呢 擦看手机去处理家里的事情 那么呢 我在家里的时候呢 跟家里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又喜欢擦看手机去处理工作上的问题 就是没有办法活在当下 然后呢 发现到这个问题以后呢 我就开始去改变我的习惯 我在跟家里人见面的时候 我会先跟我的先生 或者是跟我的事业伙伴说 哎 我需要回马来下一趟 所以呢 我的回复不会这么快哦 这样子 所以我就数个小时的时间不看电话 然后好好的跟家里人在一起 给他很想要的支持 后来在工作上也是一样的 当我发现我这么做的时候呢 我能够很投入的跟我家里人聊天 享受那个过程聚会的时光 慢慢的 我看到我先生也开始改变了 在我们这样子的家庭聚会的时候呢 他就是 还是用把电话出来啦 然后没有说到零 但是很明显的就是 哎 他会有意识的把电话放下来陪伴着我们 那么看到这样改变我心里非常的开心 所以呢 嗯 这个就是这个工具很棒的地方 无需猜测结果 反正只要去种出你想要的 OK 那么呢 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么希望对大家来讲是有用的 非常开心 那有机会做分享 大家希望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